疫情讯息也要来关心 近期的本土干案例 包括了今天新增的一例个案 都是属于旧案 让外界质疑检验出旧案 会不会浪费防疫量能 对此领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邱振群认为 这是反映出社区的状态 阶段监测性的筛减还是有其必要性 一旦发现了不寻常个案 才能够迅速做好防疫措施 除非国内第一剂疫苗的施打率 超过七成以上 才能解除监测性的筛减 不过其他医师认为 台湾社区已经清零干净安全了 在后疫情时代的台湾 必须面对的新局面是多样性 认为监测性筛减似乎没有其必要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 不管是新案还是旧案 该做的匡列和疫调并没有不同 继9号一名一岁女童染疫CT值38 被归类为旧案后 11号再新增一名本土个案 是一名幼儿园女老师 CT值34.9也被怀疑可能是5月份的旧案 对于旧案频传被验除确诊 有医师认为不用太担心 因为旧案对社区没有威胁性 外界也担心 检出的旧案会不会浪费防疫量能 但也有医师认为这是反应社区状态 阶段监测性的筛减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因为一旦发现不寻常个案才能迅速做好防疫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性 那但是就基本上就是看整个疫苗施打状态 跟这段时间筛检的一个结果来做一个判断 其实这个是多虑的 因为假设有任何潜藏活动性病毒 它不可能永远潜藏 一定会找到一些人 它会爆发出一些有症状的案例 医界看法不同 精神科医师沈正南跟发文指出 台湾社区已经清零安全了 不能再用旧思维旧做法来领导台湾 多样性是我们目前需要面对的台湾新局面 对于监测性筛减似乎没有必要性 对此指挥中心则强调 不管是旧案或是新案 该做的匡列和疫调没有不同 没有说因为后续认定 它是新案或旧案的关系 有这些豁免或者是 可以不去做的一些情形存在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都还会在试疫情的发展 来做相关的一些调整 阶段监测性的筛减何时可以喊停 有医师认为恐怕还没有这么快 因为每天境外移入的个案还是很多 还得由专家试疫情状况来评估 记者这么懂